欢迎收听Z剖面 一起跟着Z世代建筑新鲜人 了解建筑新闻时事 探索建筑人生活工作百态 大家好 我是翔仔 我牛 好 今天这一集是个突然发生的新单元 就是翔仔在IG上跟其他的podcast闲聊周 发现大家对都市建筑或是设计的议题都很有疑问 所以就决定开启一个新单元 来跟非建筑领域的朋友一起讨论相关的议题 这个单元叫做谁在敲建筑的门 那在单元开始之前呢 我想要回复我们在applepodcast上的听众的一些他们的心得 那首先第一个呢 是D70103 他说这是一个少见的建筑类型广播 内容丰富 使用建筑人角度论述 有趣而生动 谢谢你们给我的评价 非常开心 那第二篇呢 是一个OC 然后一个 那是苦瓜脸吗 你猜苦瓜脸 他说这个领域是比较少接触 但主持人很会用言语去形容目标物的外观 听了之后超想实际去看看的 然后刮好笑 我们这些建筑物呢 其实真的很难讲内容啦 就是我们一直很尝试想要把内容讲得比较软一点 但是我们还在调整之中 所以之后就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内容慢慢的出现 那我会一直逼迫牛去想一些新的主题 然后第三篇呢 他是说 好棒的节目希望你们继续做下去 很适合在话图时听 那个留言的人是皮皮 还有非常无限的挨 你念的没有说他真是皮皮没错 对 好的 那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跟支持 就是我们算是这种自发性的创作的这个节目 那内容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想要硬一点想要软一点 就是还在抓带听众的口味啦 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调整 那我们内容上呢 也会希望说可以与那个想要了解建筑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好的 那我们这一集的新单元 谁在交建筑的人们邀请到的是 治疗师的便利贴的两位主持人 Demi跟佩颖来到节目中 还请跟大家说声嗨 哈喽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Demi 哈喽大家好 我是指能治疗师佩颖 我们的节目叫做治疗师的便利贴 好的 那治疗师的便利贴呢 他们是一个分享医疗临床经验 跟儿童发展内容的podcast 然后呢 所以就是大家有提到关键字了吗 儿童两个字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就是想要讨论一个地方妈妈们 都很关心的议题 共荣室公园 地方妈妈是不好的名字 真的吗 全部同路 全部删掉 就叫那个女朋友 一定会有正义魔人 就是纠正你说地方妈妈不好 不能用 不行吗 因为这是在那种 什么网站会看到的词啊 真的吗 是不是在什么网站看到的 我没有 可能是逛什么D card啊 BBT啊 No 绝对不是正乡 交友网站吗 那那那这边应该要怎么讲 蛤 这边应该要怎么讲 没关系啊 就剪 把我们的纠正剪掉 就你高兴就好啦 不然你教我们说 应该要怎么形容 怎么比较好 地方的妈妈 好啊 会有差别吗 会有差吧 我是个人是觉得没差 没差啦 没差啦 邻居妈妈 都可以啊 嗯 街头向尾的妈妈 OK 好 街头向尾的妈妈 如果冒犯到妈妈们 真的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今天就马上切入我们的主题 共荣室公园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名词解释一下 可能因为有些听众不知道什么是共荣室公园 好啊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共荣室公园是什么 佩颖 就是共荣公园跟传统的公园 很不同的地方 是他重新定义了公园的意义 让公园不再只是一个摆设邮居的地方 他提供了孩子比较多样的玩法 而且结合当地的特色 那孩子有一些比较丰富的玩法 那在其实在谈论这个论点的时候 我会联想到我们职能治疗师的PEO理论 PEO理论就是在探讨一个人的行为时 我们会 我们会把他的人 还有他的一些环境 跟他所从事的行为 就是一起做分析 而不会只是分析他的 他从事的行为 PEO P就是 Person 指的就是从事游戏的 孩童 那E指的就是Environment 就是他 那个公园的环境 那这个公园的环境中 除了我们 等一下会提到的自然的环境 例如说他当地的一些地景 然后还有地面是草地 还是木剑道 还是 还是沙坑 等等的 那不同的一些自然的环境 孩子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 就会有不同的玩法 例如说那个公园里面有沙坑 那孩子就可以去玩沙 那有水 孩子就可以去玩水 那如果是木剑道 或者是草地的话呢 就可以提供孩子一些 奔跑的场所 那另外一个环境 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 叫做社会性的环境 那社会性的环境 则就是跟孩子一起游戏的玩伴 然后还有他们附近的礼林 甚至是那个公园的环境中 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 那不同的玩伴 不同的礼林 还有不同的文化特色 都可以激发出孩子 一些不同的想象 跟不同游戏的方式 那最后一个O 就是孩子游戏的那个游具 所以我们在探讨孩子 玩这件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只看到说 孩子玩的玩具 我们会看到说 是谁在玩 那个孩子的玲玲层是怎样 那个孩子有怎样的兴趣 那孩子平常执行的 一些活动是怎么样 或者是他平常都用 什么样的方式在玩游戏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部分 然后还有那个孩子 那个公园是不是能够 跟那个环境去做结合 那这个环境是不是可以提供 孩子不同的一些游戏的体验 那你快断气了 所以呢 孩子是跟游戏中的 各种人跟环境去做互动 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在玩那个玩具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共同公园比较强调的是 孩子在玩的过程中 是能够跟环境互动 跟人互动 跟当地的特色互动 而不是一座比较突兀的游戏摆在那边 然后他就单纯的在玩那个玩具 没错 谢谢你把定义就搞得这么复杂 哪里 那我们请牛来 就是比较稍微浓缩一下的说 这件事情是什么一回事 我觉得刚 配音 我觉得刚配音前面讲的没错 就是 我们在一起是孩子跟游戏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孩子的游戏 以及林立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从我们一个 比较建筑空间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要我来看公园 我一定第一个会从都市角度介入 也就是 讲白话一点 我们先假设自己是一只小鸟 在天上飞 你先飞一下 看一下你的公园 再看一下你附近 是不是也有其他公园 搞不好有另外一座公园 再往旁边 好像到河边了 再往过去 好像又到山上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的公园事实上 可以一路从山河 直接一路延续过来 当然这是最好的情况 因为不一定 你有这么大的土地 但如果从建筑角度来讲的话 我会希望这个互动 除了从小孩跟邮居 或者是社区跟社区之间之外 我希望是可以走到一个 urban的角度来看 这个公园的设计 那如果从一个比较 物实面来谈论 什么叫传统 什么叫做共融的话 传统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快速的制造 我们要追求效率 我们需要很快速的去 建座一座公园 对 所以我们就是去 网路上行路上 看到 这个 最漂亮 最漂亮 买了 然后就放了 然后就建完了 这是我们就比较 我们现在熟知 常常看到的传统公园 那就可以看到大家 就是应该都印象深刻 所谓的罐头有据 就是那种有大红啊 大绿大黄啊 就是啊 都是塑胶做的这样子 你现在心里 一定有那个画面了 对 只要讲出大红大绿 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 对 大家都不要画面 就是放在那个PU店上面 然后大概可能就是 一个圆圈 然后中间就那一个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样 那可能就是比较 偏向传统公园 那共融的公园的话 其实刚刚佩宁有提到 关键词 他就是强调的是 一个使用者的体验 他想要去共享 让多元的族群 都可以去享受这个空间 所以他会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邮剧 然后去服务不同的客群 所以可以在这个邮剧中 每个人找到自己 想要游玩的部分 然后可以很开心 传统公园跟共融公园 我们以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的 族群上的差异好了 传统的公园啊 就是他的 适合的年龄层 会比较局限 因为他的挑战性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所以可能中班小班的孩子 去玩还勉勉强强 可以玩的 以一个 玩的觉得有一点兴趣 但是再大一点 可能大班以上的孩子 他就觉得 溜滑梯有点矮 这个攀岩墙 好像也不是攀岩墙 爬上去就很简单 两步就上去了 所以适合的年龄层 就会比较局限 然后再来就是适合的族群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 我们所谓的罐头邮剧啊 它比较缺乏一个 适合各种族群玩的设计 例如说荡鞦韆好了 荡鞦韆一般看到的 它就是需要一个 能够坐着的孩子 才能够玩的 但是其实有一个族群 是他没有办法坐 他的身体的平衡 可能没那么好 肌力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没有办法 坐在椅子上保持平衡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玩荡鞦韆了 可是这样子的族群 他不需要潜艇刺激吗 其实他很需要 所以如果透过能够躺着的荡鞦韆 或者是一个有弹性的网子 让他很舒适的在上面 他就可以用他的方式去荡鞦韆 或者一个很像儿童座椅的那种 比较包覆性的椅子 他就可以跟其他孩子 一起玩荡鞦韆这个游戏 所以传统公园 跟共同公园的差别 就是他可能想到了某一些族群 让某一些族群 也能够进入到公园 另外一个很值得提的就是 当无障碍设施 比较完善的公园 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家长 他也可以进入到公园 他的孩子也许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但是因为他本身行动上 有需要一些协助 或是需要一些坡道 那当这个公园的 无障碍设计是完善的 他可以带着他的孩子 进入到公园 让孩子去放电 那这个时候 孩子享有的游戏权 其实就是比较足够的 再来就是共同公园 能够给孩子的感官刺激 是比较多元的 他通常会结合一些大自然的元素 还有当地的特色 所以孩子会接触到的东西 是跟他在其他公园 接触到是不一样的 而且在每一个公园 他可以获得不一样的刺激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谈谈 刚刚说的free play的部分 free play指的就是松散的素材 那这个素材指的就是 他们有一定的结构 然后他也没有一定既定的玩法 所以孩子在玩松散素材时 他们就可以建造出 许多的一些想象力 例如说沙坑 木屑 石头 还有一些轮胎 他们就是松散素材的例子 那孩子在玩沙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根据 他们的年龄层的不同 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不同 甚至是他们的兴趣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玩法 像有些孩子喜欢玩家家酒 那他们就可以用沙坑 来去玩家家酒 去煮饭 然后如果有些孩子对于建筑有兴趣的话 或者是喜欢 喜欢盖城堡 盖房子 那他就会用沙坑去做挖 就是堆成沙堡的一个设计 那不同的孩子就会有 就会有不同的玩法 简单来说 就是这些松散素材 就是比如说 轮子啊 木块啊 果实啊 石头 他没有既定的玩法 他就是一堆东西在那里 孩子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 去玩任何他想要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他们也有玩松散素材 那他们有一些铺排的课程 那他回来就会跟我说 妈妈 我今天铺排了什么松散素材 然后啊 我把他们排成对称的样子 我对于一个四岁的小孩 跟我形容那个对称的概念 其实我是有点惊讶的 但是他们透过这些松散素材啊 一些他们的铺排方式 他们就学到了这个概念 那工容工业的核心规划概念呢 它其实是play for all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一个强调游戏场的设计 然后是可以容纳公平 融合聪明独立 安全积极跟舒适 这几大元素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 旋风的发起呢 其实是从欧美开始去建过来的 那慢慢的台湾的各个城市 然后各个家长也发现说 咦我们不想要再玩 这种贯同式邮剧了 所以就开始大肆的宣传说 我们要建设这种 所谓的共融公园 那刚刚讲到这些不同的项目 他们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要去促进去设计一个 所有人都可以共评使用 然后排除空间障碍 然后去创造一个简单 然后直觉性的空间 然后让全部的儿童呢 他们可以去独立的探索 然后去参与这个环境 那同时呢 其实最重要的家长也最关心的 就是一定要安全嘛 就保障说不管是一般的儿童 或者是有些障碍的儿童 就包含说 其实这边的所谓的障碍 不只是说可能是行动上的障碍 他们也可以包含说 可能像是自闭症啊 或是一些比较数学敏感的小朋友 他们都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中 去找到他们可以身处 然后游玩的空间 那讲到安全 那其实家长们 他们只有考量到 就是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安全 肉体上的安全 那在规范上面呢 其实他对于安全有不一样的定义 他是说他也可以保障 参与者精神跟情感的安全 精神跟情感 就是知能治疗师 非常注重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怎么定义 精神跟情感的安全呢 我不是知能治疗师 上网查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情感的安全呢 就是指说 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尽情的去发挥 他们的想象 他们是可以被允许 去冒险的 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不会觉得板手板脚 不会觉得一直被规范 不会一直被制止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 可以尝试错误 允许失败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在家里 当小孩如果去爬书柜 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 就是你下来 你不要再爬了 这就是一个对他来说 情感上相对比较 不安全吗 因为他一直被制止 然后一直被限制 就是被限制的一种感觉 那当这个公园呢 他是为孩子而设计的 当他进入到这个公园 他可以自由的去探索 他想爬高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 适合让他爬高用的 那家长不用一直去规范他 那这个时候 孩子的精神啊 情感其实相对是放松的 而且是可以尽情去探索的 我们智能治疗师在讲玩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玩是安全的 玩是自由的 玩是不应该被限制的 所以玩就是要 就让孩子自由的去玩耍 对没有错 所以他们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要让各个不同年级的儿童 都有办法去玩 其实也是有符合他们 有一点就是说 是使用者的多样的需求 那同时呢 在设计上也需要去符合社群 那为什么会说要需要符合社群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非常强调一点 就是所谓的公民参与 就是在我们在设计工农公园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是包含地方的家长 小孩子 然后跟我们建筑设计师 加入的地方 我们会一起去参与选址 然后设计规划 然后在这样子过程中 有很多的可能像工作坊啦 或是研讨会 一起跟着地方的一些精神 然后或者是些地方的需求 去设计出 真符合在地所要的公园 那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单位 都在关注这样子的公园议题 包含说声障同盟 共荣游戏场推广联盟 或者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他们其实都有 不停地在推动这个部分 去督促市政府 去规划出更好的公园 然后更符合当地需求的公园 如果台北人的话 一定都有去过华山公园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 然后去让小孩子参与工作坊 一起设计出来的设计 对 但其实我想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种有点看似 使用者与设计者 或者是灵敏之间 互相参与的模式 基本上我稍微提一下 日本警官司 上其量他 社区设计这本书 上面其实就有很多范例 是上其量他本人 跟当地社区的居民 然后一起开工作坊讨论 但在他前几次的经验里面 其实他发现 这个公民参与 可能会是一场 混战 混战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去满足他自己内心 想要的那一个游戏场 对 大家都以为举手就可以发现 就是一直点不到他 那种就是很混乱的画面 反而会让整个成 就不管 就反而会造成各个社群之间的裂缝 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感情没有被照顾到 我的需求没有被照顾到 是 所以其实在做公员的社区营造 或是公民参与的工作坊上面 我认为事实上我们还是会需要一个 可能是专业者 或者是接近专业者的leader 他是来主导这个工作坊带领大家 有一个 先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好 假设我们是要先往西北方走 我们就不要再去讨论东方的东西 但就不然 肯定会有事实居民会想要讨论 也是偏东方偏南方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样子的过程 其实会需要有一个带领的人 他可能是建筑师 或者是他可能是地方的官员 去带领这样子的工作坊 然后去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每一次的工作坊中 慢慢的去收敛意见 然后最终可以得到一个 满足多方的一个设计成果 刚刚讲到华山公园的公民参与模式 其实我们就有上网去看一下 他们公民参与的一个过程 蛮有趣的 他们邀请了一些小朋友 一起进入到这个场域来 然后去让他们去想一想 他们想要怎么玩 而且他甚至是让孩子 实际去那个场域去玩玩看 然后他们就去观察孩子玩的方式 那其实像一开始 我就有讲到PEO的模式 他们就是在探讨一个游戏行为时 也要去探讨就是游戏的那个孩童 本身的兴趣 所以那他们在执行那个工作坊的时候 他们就真的去实际去观察那个孩子 玩游戏的方式 然后去看看那个孩子通常都怎么玩游戏 他的肢体动作的能力是如何 然后他的兴趣是什么 然后根据他们观察到孩子玩游戏的方式 去设计他们想要的公园的样子 然后我就很好奇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参与 所以我就有上网查一下 那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要跟里长啊 或是地方的民意代表要有一些接触 或是是要比较积极的去询问 那这个通常会在是公园改造的时候 可以去参与 对但是如果是公园一开始要建制之前 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参与模式的话 可能就要密切的去关切说 有没有游戏场说明会 现在游戏场在建制之前 好像都会开一些什么说明会的 有经常会有 可是我觉得家长都不太会有这方面的秩序 阿牛是不是有做过这种游戏场的设计 但是我并没有做到社区程度的游戏场 我基本上碰过案子是学校校区内本身 就是学校的校园里面的 可能邮居的改善 或者是小型的区域的改善 这个因为游戏场说明会 我讲一些比较黑的东西 没关系 可以啊 游戏场说明会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有时候公民场也会是有点混乱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主办单位基本上 他希望来的人当然是 越单纯越好 对或者是 大家明确一点比较好 所以他可能并不会追求一个 最高的一个触及率 用触及率这个字应该比较好一点 所以都会可能比较低调一点 对所以我刚刚讲到很多联盟 他们就会很密切的去注意各个理的那些状况 对对 去帮大家在联署上 所以真的需要一些联盟 我们才会知道这些消息 对然后他就会push大家一起去参与 然后去推广说到底什么样的公园是符合大众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好那我 其实讲到共荣公园 其实大家都会很可能会跟所谓的通用设计搞混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通用设计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各个地方 都会有所谓设置的那无障碍空间 或是无障碍设计 那其实就是叫所谓的通用设计 会有这样子的通用设计 其实就是会希望说可以设计的东西是 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的 不管是老人小孩 或是特殊需求的人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盖动大楼 它的路口一定要有残障坡道 就是希望说有些身心障碍的 或是老人家都可以用那个坡道 很舒适的进到那种建筑物里面 摩托车也可以轻松的上去 这算是特立状况吧 对所以后来很多坡道又架了一个金属物 让摩托车上不去 然后妈妈推推车也上不去了 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很冲突的概念 就是又想要让全部的人用 但是因为又会有人去钻漏洞 所以就会又收敛起来 对那在共融设计上 它其实是去挑战说 要去提供一个设施 一个物件或一个场域 它是没有特定使用者的 它也没有个明确的使用方式 简单来说的话 就像是种苹果 那如果所谓的通用设计 就像是你去种一个 每个人都喜欢的口味 大家100%都喜欢 如果是所谓的共融设计的话 你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数 比如说你就种一个酸一点的口味 你去种一个甜一点的口味 你去种一个苦一点的口味 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喜好者 然后你去推出个礼盒 说里面就是有酸的 有甜的 然后有无味的 有苦的 然后所以就每个人 都可以在那个礼盒里面 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所以这边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共融它其实是一个精神 它不是一个邮具的类型 所以说它这种共融公园里面 它其实是想要提供的是一个 有足够的比例的邮具 去让所有的孩童都可以使用 然后它就会有一些 不同的邮具呢 它可能是for 身心障碍的儿童啦 它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隐蔽的角落 去for那些 比较有自闭状况的儿童 他们也可以有 有一个舒服的所在 所以就每个不同年龄层啊 不同身体状况的人 都可以在这样子游戏之中 找到自己游玩的方式 所以去达到这种理想上 社群可以很融合的状态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到 这个场域 找到自己想要玩的东西 对 找到自己想吃的苹果 对 不是每一个都 每一个苹果它都喜欢 但是它就是可以找到 适合它的 你那个脸盒我绝对不会买的吗 你要吃苦的苹果 还有无味的 买在干嘛 好的 其实大家如果 其实家长就会想说 刚刚提到说 要用松软材料 然后又要 補不同儿童的设计 那会不会 在公园玩的时候 反而会变得很危险啊 因为之前的那些 罐头邮具 它们都很安全啊 都是圆滑的 都塑胶啊 跌倒了也不会出问题 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啊 在学校里面的 磨十字溜滑梯 那种溜滑梯就是 比较滑 它的就是 从上面溜下来 可以非常的刺激 你要怎么滑就怎么滑 但是好像 渐渐的这些 磨十字溜滑梯 就被拆掉了 好像是因为安全考量吧 反正很多地方 就被拆掉了 那我看到一些资料是说 它可以用修改的方式 让它符合 那个安全的法规 可是大部分的公园 就是选择拆掉 然后放上塑胶的流滑梯 那其实 对孩子来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们需要刺激 他们需要潜艇 速度的变化 那这方面 他们没有办法 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是觉得 非常可惜的 而且啊 很多家长会觉得 孩子的活动量大 一直动来动去 进不下来 这时候大家通常怎么办 让他念三字经吗 还是送去赌经班 送给只能老师 这并不是我们认为 可以解决的方式 当他的需求量很大的时候 你应该是尽量的 去符合他的需求 而不是限制他 要他坐在位置上 当他符合他活动量的 需求的时候 他反而是能够坐下来 安静的把他的功课写完的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当这些能够让他 消耗体力啊 或是满足刺激的东西 被拆掉了 是很可惜的 而且其实我们小时候 玩起来 也并不是这么的危险啊 我们也都这样子长大了啊 而且其实我 以孩子的角度来切入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公园越单调 越没有刺激 他们觉得很无聊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一些 刺激的方式 然后那个方式反而更危险 例如说他们就会直接 从公园上 那个邮具上面直接跳下来 那这样子 你看到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他在干嘛 为什么他这样乱搞 但是这就是一个警讯 或者是他就是给你一个提示说 这个邮具对我来说 真的太无聊了 我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其实每一个邮具 每一个东西 都有他们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重点并不是限制孩子 不要去玩 而是教他们怎么玩 那孩子呢 在游戏的过程中 他们都会挑战 他们自己的极限 而且他们也有能力 去学会去保护自己 避免危险 他们会选择 适合自己 然后安全的游戏方式 然后当然呢 在陪孩子去面对一个 他们不熟悉的邮具的时候 大人也可以在身边 给予一些适度的 一些提醒跟保护 教孩子怎么在这个游戏场中 去注意一些环境中的危险 然后如何去安全的 去操作这个邮具 那举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女儿秉秉 她小时候就是因为 不知道那个溜滑梯 速度太快 所以她就直接就溜下去 只能就 她就吓到了 所以下次她就是在玩一些 比较高度 比较高的溜滑梯 或者是她觉得速度 比较快的溜滑梯的时候 她就会选择用趴着的方式 溜下来 用就是透过趴着滑下来的方式 去减缓那个溜下去的速度 所以孩子会根据他们的经验 去改变他们玩游戏的方式 然后去学会在游戏中保护自己 对啊 她透过这些经验 其实她也是一个学习啊 她绝会判断这个 这一件事是不是危险的 但是当你剥夺了 她判断的机会的时候 她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学习这件事了 对啊 因为其实场域上 他们其实能够提供的保护 也是有限的啦 比如说像是我们现在 常看到的那种 所谓的橡胶PU地垫 大概就是差不多 平均大概就是 差不多四十四点五公分而已 有效的防护距离 大概就是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公分 就是刚好是罐头游具的高度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只要 所以她没办法盖很高 因为你盖很高 跌下来的话 其实就会受伤 那就会造成 就是小孩子的安全的问题 贡荣寺公园里面 刚刚有提到说 会使用很多的 所谓松散材料 其实松散材料啊 包含说小石粒啦 硬纱 木屑 树皮 甚至说可能像草地 就是小朋友反而跌下来的时候 反而是比较不会受伤的 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就是 当孩子进入到 这个游戏的场所的时候 我就不太会去限制他的玩法 当然例外就是 很多人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稍微去规范 他们要遵守一些规则 但是当我认为这些规则 他们是有遵守的时候 我就不太会去限制他们了 那我觉得 其实孩子受一点伤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也是一个学习 让他学习面对伤口 然后面对他受到的一些挫折 对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 稍微看淡这一件事的 然后我还是要呼吁大家 我们不应该追求一个 非常安全的游戏空间 而剥夺了孩子在游戏中 察觉保护自己的机会 没有人回应在用 那么长的地方好不好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 我其实小时候 我就爸妈都会讲说 不要去玩那些东西啊 不要去海边 不要去山上很危险 那其实反而到大学之后 你就还是会自己想要去玩 就是想要去挑战一些极限 你就觉得说 台湾就被山包围啊 就被海包围啊 你不可能去保护孩子 说一辈子都不要去这些地方 所以像我自己到大学之后 我就开始去潜水啦 去爬山啊 反而是经过学习 去了解怎么样安全的爬山 怎么样安全的潜水 但我想先针对就是 大家应该是在于说 共荣公园会不会危险 那我就先从一个比较硬 现在这个超硬 直接食物面的方法来回应 根据CNS12642 公共儿童游乐场设备 CNS12643 游戏场铺面材料 冲击性能试验法 这完全重面的 对 还是消费转线 请拨打以下转线 硬购重塑 这个是我们国家标准的一个法规 所以这是很食物面的 就基本上这两则法规里面 规定的非常多邮据上 或者是公园设计上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你刚刚前面有提到 在于小朋友坠下来这个部分 但他比如说防罪系数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会说 那最弱的点是怎么起算 我们科研会以为是从溜滑地上面跳 但事实上他会从 比如说弹鞦韆 他不是会有一个摸字型的结构 还是从摸字型结构最高点算 真的假的 就是假设小朋友爬 小朋友爬到最高点的情况下 这好极端哦 包含你的结构点的极端 对对 包含你的结构点的最高点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你的防罪系数 而不是从你知道六花梯 你玩的部分 你以为可以玩的部分 你以为他们会玩的部分 因为小孩子会在你以为 他不会玩的部分玩 没错 所以就造成说 这个法规其实变得非常非常的严格 对所以 这有点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会有罐头邮据 邮据的法规 新邮据法规非常难过 基本上不是什么 明天就可以过那种情况 大概就是什么 下辈子才能过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在测试的时候 是真的会拿一个娃娃 然后就从上面丢下来这样子吗 这我不太清楚 可能会找志愿者去跳还是干嘛 还是像某品牌的地点拿鸡蛋 像那个汽车广告一样 就会有个假人 然后就特别撞过来 对大部分那种状况 所以有关于刚刚那种 比较属于是垂直性衰弱 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有非常多新的铺面 有提到 你刚刚前面有提到 比如说历室厨杀 木屑的树笔 这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材料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比较观察到 最近还有人 比较多使用EPDM的一个合成橡胶 举例来讲就是 你会看到一些公园 它会有一些小山丘 但它的山丘上有一些蓝色啊 绿色 整个绵延上去 是 它会比较不太一样颜色 跟形状比较自由一点 这个部分就是用EPDM橡胶来做 材料是不是有点像是 那个学校跑道的那个 PU跑道吗 PU跑道 对 可是学校跑道有很多种做法 大家平常看到的是PU 不过现在人会用合成橡胶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比较贵的材料 因为它是在跑步上面使用的 我看到那个铺面 比较常被攻击的 就是维护不易 比如说木屑啊 它就会说下雨天 然后又闷着 然后就会发霉啊 什么样的 但是也有一派就是支持那一派 他就会说 所以你要有人是定期去维护的 去翻动它的 其实有关木屑 其实 它其实是有两种不同材料 第一种叫木屑 第二种叫树皮 后面那种树皮 比较偏原意实用 不过现在也会拿来做游乐场 然后 在定义上的话 木屑它是 有点像树干 干燥之后切成碎片 但树皮就是表面上的意思 它就是树皮 所以两者之间 除了 其实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价格上跟 虫喜不喜欢 有一点关系 好像有一个是国产 一个是进口 好像有这个差 对对对对 就是价钱上嘛 初期上有差吧 树皮通常会比较大块 对对 如果你真的想试试看 就拿起来每个都咬咬看 应该是感觉得出来 口感吗 有时候大家都是牛吗 你像你像你像吗 你咬树干跟咬树皮 感觉就不一样啊 而且这个扑面好像跟它的厚度也有关系 就是要铺得够厚它的防罪效果 对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用树皮木屑这类当作防罪的材料通常贵 是的 代表业主或者是那个地方的单位是蛮有钱的这样 但是确实也是有这样子的这种生态的材料去使用 它才会把公园再从一个很都市的邮据慢慢转变成比较偏向自然 然后比较舒适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比较受欢迎 就是大家里面再花多一点的钱去选择树皮或者是木屑 其实就是要维护啦 其实就跟建筑物一样 就是你存在你盖完那一刻开始 就是维护的开始 如果想要它一直维持是刚设计好那样美好状态的话 其实就是会需要花人力花钱去一直维护它 对啊就像刚装潢好的新家你就是要维护啊 要不然你很放松的就是享受了之后 没有去整理它就是一个混乱的家 一样的意思 对啊因为其实就以设计面来讲 树皮木屑其实跟沙坑历史坑一样 都是要定期补充的 然后它不是就放在那边就没了 有些人可能还会去挖然后挖回家 对对对 有人会去想说这是木屑的树皮拿来啃 然后就一直没有这样 小孩也会收集偷偷放在口袋带一点回家 一定会的 但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提到 也是刚刚有回应到自由市面有提到说 小孩子玩起来的自由 是不是应该被人所控制的 那这个部分我想特别提到一个 叫Lady Allen 就是艾伦女士 她是世界早期儿童教育接近会的创立者 她非常在意孩童 她早期的孩童就是比较小孩童 她在发展或是游戏上面的一些行为跟心理状态 那我觉得她有一个非常好的quoting 就是Better a broken bone than a broken spirit 她会希望宁愿你去受伤 刚才有时候讲到宁愿你受伤 但是你的心成长 其实我看到你有写这个时候 我也有去查了一下 然后发现美国在公园的设置上面 也经过了跟我们一样的历程 就是他们曾经是很强调孩子去冒险啊 去体验的 结果后来也是因为安全的因素 就相对趋近以保守 然后到近年来也跟我们一样又有一个抗争 就是要让孩子多方的去尝试 所以我们经历的他们其实也经历过 大家都这样来的 对啊 对那所以就是像我们开始会感觉到 这些罐头游戏很丑嘛 所以我们下一个想要讨论主题就是 到底公园要怎么变美啊 其实很多家长啦 我觉得就我们去玩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我们看到的公园都是一样的 而且他的配色是很单调的 例如我身旁的妈妈 对 这边要回应吗 你要回应吗 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们对于美感可能就会比较迟钝一点点啊 就没有那么敏锐啦 但是还就反正就是带孩子去玩嘛 然后就也没有发现说 我们的美感正在被弱化 其实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有一点关乎到说 我们自己本身的生长环境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一直都在使用 这些玩具 这些有据 所以我们就会很吸引 我也常常觉得说 那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需要改变 或是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很直觉的认为说 其实公园就是这样子嘛 它也没办法变出什么样的特色 太理所当然了 对 所以现在就有所谓的公园美感的革命 那其实有很多的设计师 包含说从很小的地方 就是教科书 就是有个主持 他发起了美感细胞教科书再造计划 他其实就想要去翻转台湾课本 就是通常很俗啊 就配色大红大紫啊 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卡通的图案 他反而会是去用一些比较细腻的颜色 然后去用色块的方式 然后去让小孩去激发小孩子去想象 到底这个可能想要穿达的是什么样的衣镜 我自己觉得像是刚刚提到的 华山大草原的游戏场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它当然有使用的元素 其实就很单纯 它就是铁键食材 然后它的色系的选用上 也不会很突兀 它就是木头的构造 然后木屑的地板 然后去搭配绿色的紫栽 然后它就可以有办法去呈现出一种 很像在司令中游玩的感觉 那美感这件事情呢 其实养成它其实是一个慢慢的累积 可以从很小很小的地方 比如说在选购家里的家务 家具或家室 那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去逛IKEA 所以我们通常在选择上 我们自己设计师 可能就会去选择一些 比较木头原色的桌椅 或者是单色系的 比如说你要 同个房间里面 都是同样是选择白色的物件 然后去搭配一件或两件 就是比较不一样颜色的东西来做搭配 当然的话你就不会去 可能同时又选了大黄色的灯 然后去配个大红色的桌布 这样子的配色是比较前卫啦 我自己也是目前还在尝试往那个阶段 然后自己还没有成功 这么刚好就是罐头公园的配色 对啊 大红大绿 对 其实现在也是有很成功的案例 可是就是说如果自己本身 对于颜色还没办法那么精准掌握的时候 通常都会去选择一些比较同色系的 那比如说像是建成公园 他们的主色调就是纤黄色 然后去搭配可能他铁剑是灰色 或者是黑色 这样比较低彩度的颜色 让他整个的公园看起来也会很活泼 因为有黄色这个主色调 但是他整个公园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其实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 美感到底对孩子有那么的重要吗 那其实就像是刚才想才讲的 美感必须要从小去养成 像我们从小因为都暴露在这种 伤眼的环境 对伤眼的环境之下 那其实我们对于色彩的敏锐度 就比较弱了 那其实透过公园让孩子去学习说 如何去做一些色彩的搭配 然后让这样的公园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或者是比较轻松的比较愉悦的 那在他们长大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有这个根深蒂固的美感 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居家的环境 而且孩子相对来说 比我们来对颜色的那种敏锐度 真的我觉得是比我们高的 他们很常会去发现一些 很特别的配色啊 或是他喜欢他就很明确的会表达出来 感觉同学里面中有一个叫做视觉的刺激 那其实当颜色的对比比较强烈的时候 例如说大红大紫啊 比较鲜明的颜色 对于孩子的一些视觉的颜色的刺激 其实也是比较强烈的 那孩子就会变得很兴奋 感同教室通常就是这种配色 对不对 因为让孩子兴奋一点 对他要动起来 所以他要兴奋一点 对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卧房的颜色 我们不会用大红 就比较温暖一点的颜色 对我们会用比较温暖的颜色 因为我们要休息了 所以透过一些颜色的改变 就可以营造出孩子一些不同的情境 或者是情境的改变 可是我在公园里让他很嗨错了吗 我觉得是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 就是一个过于强烈的刺激 真的欸 因为有些自闭症的孩子 他们会有一些感官的敏感 那除了常见的一些触觉的敏感 或者是听觉的敏感之外 有些孩子甚至是刺觉敏感的孩子 他会觉得 这个很刺激 他会觉得很不喜欢 对 然后他在里面的情绪 就会变得比较激扬一点 可能冲来冲去 也许是因为视觉的刺激造成的 对所以这样子用颜色的去改变 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 刚刚一直提到的 共融他的精神 就是说 让不同的孩子都可以在 这公园中找到自己 比较适当的角落 有关于这个 公园的美感的部分 我觉得我想 稍微提及一个 国外的案例啦 它是一些建筑生意 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首先我想先 先把大家带到荷兰 好 先带荷兰 来上飞机 不用啊 不是有那个时空 空间转换 对 我想介绍的是 荷兰的建筑师叫 Eldo Vanek 他大概是 20世纪末的一个荷兰基建筑师 然后特别挑战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大概1945年代的阿姆斯特丹 基本上 他是没有像我们现在到处都有公园 这样的状况 阿姆斯特丹的游乐场 它是封闭的 也就是 如果你要进游乐场活动干嘛的 儿童或者是大人 必须要有会员 也就是 时下流行的实名制 你知道吗 哇塞 这些从这么早之前就有实名制了 我是不知道进去 要不要聊天体温 戴口罩之类 反正他是要有会员制登记 才能进入的 所以当时 其实当也有人发现说 这件事情好像有点 不对等 不平等 或者是限制性的设计不太好 所以就有人 邀请Vanek加入这种 要设计 对社区开放的公园的这种想法 那在Vanek里面有一本书叫做 The Child, The City, and The Artist 儿童都市以及建筑师这本书里面 他有一段文章提到说 Vanek他看到阿姆山下雪的时候 有很多小孩子在 你知道地上玩雪 搓雪球干嘛的 但是因为雪是 所有地方都会下 原本不是公园的地方也会下 停车场也会下 什么都会下 所以 因为了这场雪 城市的每个角落 顿时就变成游乐场 那Vanek就有点 你知道 抓那个点 他好像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需要一个东西 让城市的每个角落变成游乐场 所以因此Vanek他到 离世之前 总共是大概700座的游乐场 在荷兰这个地方 但现在好像 蛮多被拆掉了 你知道 很难留下来 应该也是因为考量 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吧 因为这种比较实验性的计划 通常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 aggressive的地方 是 那没关系我们就大为介绍一下他 公园 大家想象他的公园的状况 基本上 因为Vanek受 D-style就是 风格派还有 minimalism 也就是简约的一些影响 所以 他的公园创作 基本上走的是很简约 你只会看到一些 很几何的物体 在那个公园的上面 那同时 其实在Vanek当时 为了要设计这么多 大量的公园 他想出办法 事实上 也是一种罐头方式 也就是说 他那七百多座里面的公园里面 如果你实际把它全部拿出来看的话 你会找出很多一样的东西 但 却不会觉得说 这个 这只恐龙是不是有点怪 那只斑马是有点 不太适合 因为他是有 本身已经受到风格派影响 他做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几何 一个很漂亮 王金比例的球形 或者是一个 红色或者什么样 单一颜色的巨星 放在那边 然后他的位置 事实上跟公园的平面 是有比例关系的 他并不是随便就放在那边 因为这好像比较人比较近 这样子的理由去解决 所以 在这些 像沙坑单杠 这种凸起来的十阶 小小六画梯 攀爬网 都是Vanek在操作上 常用到的一些 关头元素 对 那其实Vanek还有 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他自己也有小孩 他也是地方爸爸 Vanek作为建筑师 他设计 公园设计邮据 他的小孩 先测试 别人才能玩 你知道吗 我的小孩没事 我才让别人的小孩玩 这个精神蛮好的 就是 让自己小孩break a bone 就不会去 让其他的小孩break a bone 对 然后同时又可以 增加自己小孩的spirit 对 没有错 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 我想提到的是 他是一个 日裔的美国人 那边是另外一个设计师 Isamu Nokuchi 基本上 耶口勇他 他就不像前面 本来可能他是建筑师 耶口勇他是一个 比较偏雕塑家 所以他很多 留下来的作品 大家会以雕塑 比较 比较 比较知名 但我这边想提到的是 因为他是以一个 非建筑角度 而是以雕塑教的角度 创造公园的一个人 虽然他有非常多的案子 在当时美国纽约 有非常受挫 你知道 当时的纽约市长 可能收到 耶口勇他的公园设计 但他被 被取消资格 原因可能是因为 他看不到 罐头邮剧 就是看不到安全性 因为他都是提出一些 比较前瞻的做法 是 原员市长看不到 他想看到的弹球签 或刘娃提 他基本上就把他弄掉 因为他们想说 小孩子就想要玩那些 那你设计出来一个 就是很雕塑作品的东西 那一般人也不懂 也不会玩 那就不是一个 他理想中的游乐场 对 因为耶口勇他基本上 你知道艺术家 他的视野是非常高的 他 除了雕塑之外 他非常专注 比如说剧场 或者是人类身体 之间的活动 他认为创造公园 是在雕塑游戏 也就是 进去玩的人 会成为我的雕塑品 他在我的雕塑品中 玩的时候 顿时自己也成了 一个艺术表演 他是以一个 这样子非常高理念 去创造公园 但 取高贺寡 所以他一生中 好像只完成了 两件作品 他在日本有盖了 一个作品 然后在一年后 就马上被拆掉了 为什么 是因为游具 不是常见的 那种安全很高的游具 对 然后因为他 其实有一些 设计元素是常用的啦 就是他会 觉得说 他地景本身 就是一个游具 比如说他挖了一个 一个坑 一个大坑 大坑 他就可以同时 试溜滑梯 嗯 然后他同时 从底下 比如说溜滑 溜下去之后 小朋友可以从底上爬上来 所以他就是又是溜滑梯 又是个攀爬场 所以他在一个公园里面呢 有很多这样子的坑洞之后 小朋友就可以在不同的坑洞里面 就好像会产生出一种 诶 探索的感觉 就说诶 我在这个坑洞 A里面 然后就诶 就会大喊说诶 你在哪里 然后因为可能看不到对方 因为是在坑洞里面嘛 然后可能小朋友就会 从某个地方说 我在这里 感觉很棒啊 对啊 想玩耶 就是因为家长看我懂怎么玩 就把它拆掉 干嘛挖一个大坑 对啊 可能家长会觉得危险吧 可能说怕说小朋友在 在坑洞里面 可能会比较难去 就是照顾到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太危险了 怎么可以设计这种东西呢 对 然后而且同时 他的作品是比较雕塑性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集合 可能正方形的啦 或者是一些 比较有边有角的东西 所以他就可能会造成小朋友在 游玩之中 然后去碰撞这样子 对 因为基本上 他是以一个雕塑家的角度 去创造公园 所以他并不是 以一个创造邮局的出发点 去创造公园 所以他的雕塑 对小朋友而言是舞台 他希望创造小朋友 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出现的表演啊 或者是即兴那种 比较不确定的状态 这是他所想要的 但好像并不是地方爸妈想要的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样坑洞的设计 其实现在就很常用在 贡荣公园里面 我们之前常常看到的 这种所谓的传统公园 它其实都是平的 就是它就是一块平地 然后中间有个邮具 旁边还有几只那种 荡荡的斑马 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前后摆荡 荡荡的斑马 摇摇马 然后可能有一边 就是荡秋千这样子 但是现在很多贡荣公园 他们就会用比较多地景的元素 他们就可能去创造一些山丘 一些低坑 然后就让在山丘上 可能小片子就可以爬上去 然后他就有溜滑梯的效果 其实就用了很多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去用一个比较多元 然后有层次的地景 去做设计 然后让整个公园也变得比较有趣 那我就很好奇 就是到底这些贡荣公园 可以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体验啊 刚刚有讲到就是 它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速度啊 还有刺激的挑战 那我前面有提过的就是 例如像荡秋千的摆荡方式啊 还有一些不同斜度 不同坡度的溜滑梯 还有一种旋转的感觉 对 有些溜滑梯是做回旋的 因为我们讲到一些潜艇的刺激 除了直线的 直线加速度的刺激之外 还有一个是旋转的刺激 那像有一些公园 会用一些旋转型的溜滑梯 就可以满足孩子 对于旋转刺激的 一些感官的需求 现在也有很多那种 一个平台 然后可以一直推 让它一直转一直转的那种 就是坐在旋转盘 旋转盘 对 也是同样是提供 孩子旋转的刺激 然后再来就是平衡的挑战 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木桩啊 或者是一些步道啊 只要它是表面是比较窄的 但孩子在走的时候 它需要维持一个身体的平衡 那这个这样的设置 其实就是让孩子 有一个平衡的挑战 那前面提到不同材质的铺面 它因为它的地上铺了沙子啊 木屑 相对于平地来说 孩子走起来也是相对比较不稳的 那同样他在走的时候啊 他也是有提供一个平衡的挑战 那我们前面几集有讲到 就是孩子在选鞋子的时候 我们也是接近赤脚的状态 然后尽量让他去沙地走 因为在这样子的材质上面 走路的时候 他是能够比较用到脚掌内部的肌肉 让孩子去训练他的小肌肉的部分 所以当公园里面有这样子的环境 其实是提供孩子不一样的肌肉的 用力的方式 那还有他也可以提供孩子一些不同体能的挑战 例如说他有一些不同高度的一些攀爬丸啊 还有一些绳索啊 或者是溜索 就可以训练到孩子的一些体耐力 然后也能够满足到他的一些活动量的需求 再次强调 孩子如果在家里很爱爬高 你就把他带去公园爬 不要再限制他说 哪里不能爬 哪里不能爬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好缺乏攀爬哦 因为攀爬的时候 他可以用到他的核心肌力 那你如果一直限制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 他的肌肉都很无力 你要他做仰窝起坐 一下都做不起来 我觉得好可惜哦 所以他真的很想攀爬 你就带他去公园攀爬 而且在孩子在攀爬的过程中 也可以增加他对于身体位置的感知能力 那这个感知能力呢 之后就是可以帮助孩子 在跟其他孩童互动的时候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碰撞 因为有些孩子你就会觉得 他动作真的是很粗鲁 然后就是很大 然后就是常常会撞到同学 那这样的孩子就更适合 更需要一些攀爬的刺激 去增加他对于身体的察觉 在设计一个共荣公园的时候 其实地方啊 政府他们都会去举行公厅会 或者是一些工作坊 其实就是会需要非常多 就是领领的帮忙 去设计出一个适合地方 然后适合小朋友的邮据 那同时小朋友在参加这些工作坊的时候 可以去设计出自己的邮据 那之后玩的话 其实也会很骄傲啊 就是说这个邮据是我设计的 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就会跟地方会有更多的连结 那你要不要分享看看 你之前设计的邮据 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们事务所是做教育类啦 那邮据的部分 我们并不是主要在做 那当然我们做的话 是完全不用罐头啦 这是一定要先讲的 我们基本上会重新设计邮据 但就跟我刚刚前面提到 我们国家法规也很严格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邮据完成的案例 不过基本上我们也是针对 游玩者使用者 就是小孩子 他们的五官跟机球上的刺激去做设计 那这半我比较想再讲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贡隆公园 那我想要再赘述到贡隆公园 这四个字的一个源头 就因为现在大概已经戏以为常 但不太清楚好像是谁先讲的这样 那我觉得先把时间走到2017 那个时候我刚刚从日本爽回来 现在不行了 我刚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台北市文化局 正在推动了一个计划 叫做公园不在大众脸 他计划的内容大概就是挑台北市内几座公园去改造 然后宗旨是在结合艺术设计 跟儿童娱乐空间之间的结合 那当然陆续续有蛮多完工园 你们现在应该随便查得到 不过我想特别提的是 他这个 这个公园不在大众脸的计划 他的宗旨对我为人的理想 对我为人的理解 比较像是在宗旨邮居室的罐头 所以才让公园不在大众脸 你知道我们先把 就是用大众脸这个比喻 如果每个人的鼻子眼睛 都是从图件上直接拿下来的 才会出现大众脸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计划 比较想要是在 就很像修正这个罐头式的一些元素 那这个计划基本上 也是创造 后来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会有公民参与 或者是社区领迷的一些活动 很多邮具都是由附近的邻居 或者是当地小孩 未来的使用者来一起设计 所以他们设计出来的邮具 基本上 你应该不会再看到一样东西 或者是 当下设出来的时候会很惊艳 因为从来没想过 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当作邮具 那我想提到的是说 因为他说公园不在大众脸 可是基本上他是打着一个 要创造新的 共同公园的一个口号 不过我想把 这边这个议题主要提到的 共同性以及邮具 这样一件事情分开 也就是说 公园有没有大众脸 其实跟共不共荣 这件事没有太大的关系 公园大众脸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罐头式邮具 那罐头式邮具 是不是共同 其实也没关系 所以公园不是在大众脸 这个计划目的 我认为重点应该是会放在 邮具是 罐头式的邮具 如何被终止 然后创造出一些那些 非原本是邮具设计者 或者是相关从业人士 制造商的业余人士 所设计出来的邮具 才是这个计划的重点 但可能也是因为 共同这个名字比较好听 所以后来变得 有点像被大量的复制 就是很多人会来重新使用 所以以我个人的身份 我是在这种事事务所工作 那我也接触过一些邮具的制造商 那近几年 因为刚刚讲207年嘛 现在已经2020 近几年也会有一些邮具的 制造商跟我们接下合作 那我就有逐渐发现到 他们的图鉴上面 他们的罐头有更新了 就已经不是我经常看到那些罐头 就大红大纸的罐头 就变成是 他把那个大红大纸的可能明度或彩度有在降低这样 就把卡龙设计 对 可是基本上他还是有一个完整的图件 而且他会在可能业务会议中 会直接跟我说 他这个也是可以模具化 他会讲好听的模具化 我们然后模具modular的方式 你可以这个组那个 这个组那个 不过他把这个罐头切得更细 本来我们可能是罐头是 直接就一只六花梯整只 他现在跟你说 六花梯的第一段跟第二段可以拆开 你可以把第一段跟 蛋丘签的第二段连在一起 这样就 就是一个新的邮具啦 这样也算是蛮有趣的 至少说因为这样子刺激之后 开始有了一些突破 对 没错 不过我想讲就是 他有点还是违背了 本来公园不在大中的宗旨啦 他的目的是创造出一个 由非专业者设立出来 无法被复制的邮具 但你知道制造商还是 很聪明啦 只是一个人像早上赚钱 对 新的罐头 而且他会跟你说 这是共荣的 他会说我这个情绿有更新过 我之前不共荣 现在我全都共荣了 他其实这只是改编邮具本身 他还是没有考量到 使用者的族群跟环境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 公园不在大中的这个计划 除了刚刚我稍微有 有讨论到的 就是在罐头不罐头 共荣不共荣 这个问题上 之外 其实因为我去 针对他的完工作品 我有特别去走走去看看 但我发现到 他虽然说公园不在大中的 可是 基本上改变的就只有邮具 也就是 今天我们有一个公园 有一座六花梯 在这个计划之中 可能只有六花梯被改变 跟公园还是一样 不过这边所谓的公园 我们必须抬到一个 我在节目一开始讲到 那只鸟 重新画为那只鸟 你去看那公园 你只是发现其中 对鸟而言 其中一棵大树改变的 但其他的树 它的位置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们想提到的是 公园不在大中的 还是邮具不在大中的 我觉得这件事要分清楚 因为他们彼此在尺度上 在scale上面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我会希望说 大家在观看游乐场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个最远端的方式 先来看 我们是用英文来讲 叫Playscape 游戏地景 它是一个非常广大 比如说我们前期期有提到的 轴线性的公园 或者甚至更大的景观计划 之后才会进入到 我们现在熟知的公园 游乐场 Playground 它大概就是一个 小小的block 当然也有大一点的block 但它基本上 它的边界感非常明显 然后我们之后才会走到 在这块土地上面的邮具 Play Facility上面 所以就是只是说 现在我们注重的都是 我们虽然说是共荣公园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比较是 像是点撞式的去针对 就只是邮具 就是儿童使用那些部分 但是共荣的这个精神 还没有蔓延到整个公园里面 没错 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在后续 其实需要不断的督促政府 或者是继续努力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让整座公园 其实都是共荣的 因为其实刚刚一直有强调的就是 共荣其实是个精神 它不是有据 它不是一个设施 它其实是要创造的是一种 社会的氛围 就是说这座公园 它其实就是for everyone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使用的 每个人在这座公园里面 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 使用起来很舒适的角落 那这样子的话 才会达到我们真正 想要达到的传达的意义 就是共荣公园这样 就是我们希望 公园不在大众人这个计划 不只是容鼻而已啦 不是把你鼻子弄停而已 它是要看一下你的下巴太尖啊 你的颧骨太突然这样子 就是你要全脸振兴吗 其实就是回到最一开始讲的PEO的概念 我觉得现在的公园 其实他们还是只看重在 就是occupation 它的那个邮据上面 他还是没有 他在看待游戏这件事情时 他还是没有考量到 就是参与游戏的人 然后还有他那个地方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未来 如果这个公园呢 可以再多考量到 使用这个公园的族群 可能是那单地的孩子的兴趣 或者是当地孩子的一些文化 然后还有那个当地的环境的话 我觉得那个公园会变得更完整 也会变得更有温度 好的 这次的讨论其实非常有趣 就是我们平常在做设计的时候 通常都是专注在 我们自己设计师的观点 那这次呢 我们邀请到了这些医疗专业的人员 来跟我们分享 儿童在心理上 或者在行动上的一些特点 那其实在往后路 在有类似的专案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对 为小朋友再多思考一些 对不一样的族群 就可以再为他们 多做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那其实就可以达到 我们最理想的公园公园 这其实就有点像是 我们建筑师很喜欢说的 乌托邦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 这个公园也可以达到 说我们自己期待的 那样子的乌托邦的环境 这是我们想要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治疗师的便利 贴来到我们节目 耶 谢谢 我们的每一集呢 都会上传Apple Podcast Spotify 及台湾专属的商案平台 固定每周一一早 大家通勤时播出 让大家搭车不无聊 想知道更多内容 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 快follow我们的IG平台 打Z剖面 或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咯 那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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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